第一个最大的升级就是这次的iPhone14系列 提供网友BOSS的版本 你没有听错 这是我认为iPhone14系列最大的升级之一 当然是基础款 Plus版本的iPhone14相比于5999启售的iPhone14 除了在硬件规格上几乎是完全相同之外 但是它在续航方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如果你对比官方参数的话 你会发现相比iPhone13的话 Plus整体的续航提升会有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如果你并不是很介意屏幕的尺寸 并且想买台iPhone的话 我个人认为14plus的优先级 肯定是要比iPhone14要来得更高一点 第二个升级的地方就是今年的摄影系统 虽然iPhone14基础款系列 仍然搭载是1200万的摄影头 但是得益于满血A15 ISP的提升 和苹果计算摄影的突破 在iPhone14全系上带来了全新的光向引擎技术 这项技术基本上就是结合了新手机的更大面积的传感器 更优秀的镜头组 以及苹果多年积累的计算摄影的技术的一项 综合的摄影技术的提升 最后的结果就是它让iPhone14的前后 摄影头的暗光性能提升都在200%左右 这是非常惊人的 并且有一个让我非常眼前一样的功能 就是这次在iPhone14的全系的视频模式中 加入了运动模式 我们可以通过手持的方式 实现几乎媲美稳定器的效果 不过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 它最高只能提供2.8K 60帧的画面 并且画面会有大幅度的裁切 第三个升级就是一些小细节的升级 就比方说今年的iPhone14系列 得益于高继续加速感应器的加入 全系都增加了车祸检测系统 当然了我希望大家一辈子都用不上这个功能 两岸的规格也升级到了5.3的版本 可以提供更加优秀的编码器和更低的功耗 并且有一个非常小小小升级的地方 就是今年的iPhone14系列的全系 都搭载了双环近光的传感器 所以之后的屏幕亮度会比之前的调节 更加的准确和细腻 这一点你可能就忽略掉了 聊完了这些屈指可数的升级系列 我现在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不推荐大家去购买这款 59999起售iPhone14的几个原因 注意我说的是iPhone14 并不是iPhone14 Plus 第一个原因就是在外观方面 这次的iPhone14相比iPhone13 虽然它轻了一克 并且增加了一些新的颜色 但是在整体的造型上 它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 所以就买它干嘛 除了造型方面 iPhone14相比于iPhone13的续航的提升 几乎可以说是忽略不计 跟Plus就更加没有可比性 所以如果你更加注重的是一个手机的续航的话 我个人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去购买Plus 因为这个续航绝对是非常非常的棒 iPhone14的续航就算了 哪两块哪两块去哪去哪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一次的iPhone14的基础款和Plus版本 都采用了上一代iPhone13的处理器 虽然是满血的A15处理器 但它毕竟是上一代的产品了 所以如果你硬要说它在原地踏步的话 没有任何创新的话 我个人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因为毕竟大家是还是想买到一个更加新的产品 想要多用几年而不是说买到的就是已经是上一代的老产品了 最后一个直接决定我不推荐大家购买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价格 在整体性能提升如此不明显的情况下 虽然首发价格是5999 但是iPhone13在一些其他的第三方平台的价格 已经要接近4000块钱了 价格它少了三分之一 但是性能的区别并没有特别的大 并且如果你愿意加几百块钱的话 二手的iPhone13 Pro的价格也就在6500块钱 也就贵了500块钱左右 甚至它拥有更好的屏幕 更高级的设计 以及更长的续航 所以我个人觉得在相同处理情况下 价格更贵的iPhone13 Pro的性价比 是远远要高于今天的这款6000块钱的iPhone14的 当然了我之后也会做一期iPhone13 Pro对比iPhone14的视频 就是因为他们的市场价格真的已经非常接近了 如果大家比较关心的话 可以点下关注 以免错过最新的视频 这就是我看完整个基础款iPhone14系列的这么一个看法 整体的感觉还是偏向比较挤牙膏的 虽然在计算摄影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而且在暗光环境下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但是今年看起来的话 我更加推荐大家购买的是iPhone14 Plus 而并不是5999的iPhone14 因为提升真的非常不明显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有帮助的话 请一定要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我是你们小远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